对于那些在儿死苦苦寻找游戏的玩家们来说 小霸王学习机一定是个非常特殊的名字 不是因为他内藏了FC 可以唱完各种经典游戏 而是因为 在当时那个年代 什么阶级掌机游戏机 那可都是人人喊打的黑恶势力啊 唯独一个学习机 哇哦 我第一次发现学习这个词竟然是如此的美妙 没错 让我光明正到打游戏的胆子没有 但是让我借着搞学习的名义偷偷打游戏嘛 还是值得一试的 于是就借着学习的名号 我得到的人生中的第一台游戏机 河被爸妈毫不意外的发现 学习机上面总是插这个二十合一的黄色小卡时 来到最低的一顿漆皮狼 而从那天起我也明白了什么叫做 我吃过的眼比你拉过的屎都多 不过好在这种打并没有白癌 执着而勤奋的 我在苦苦思考了许久之后终于明白 既然要插烤的学习机容易被发现 都换个不操卡的不就行了 于是在2000年初 那个学习英语浪潮来临的时代 我发现了一个崭新的游戏领域 那就是电子池点 没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如今那些点夺机和家族机的老前辈 机身小巧 外观简陋形式计算机的电子池点上 其实有着相当多的内置游戏 其中更是不乏一些 令人印象深刻的国产大作 虽然他们的开发人员可能只是抱着 劳逸结合的想法放入了这些游戏 但对于当时游戏资源吸取的小朋友来说 这就像是一节数学课 中间突然插入了七节体育课一样 令人兴奋不已 而因为不需要外界迷惑黄的黄色卡带 这小小的掌上机器也就成为了游戏最好的伪装 在那个根本没有国产掌机出现的年代 成为了不少人的掌机启蒙 于是今天就来给大家扒一扒那些隐藏在小小池点里的优秀游戏和故事 这第一位嘛 其实我是想讲这个的 文曲新的CC一把 许多人的印象里可能没有这种卡片式的池点 而根据网上大脑的开箱展示 这款诞生于1995年的池点 其实就已经内置了十余个 诸如贪吃手 华容道和推箱子等 在当时来说十份火爆的小游戏 虽然游戏的体量都很小 但可以看出国产电子池点在诞生之初 就已经具备了游戏的基因 然而可惜的是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 我身边还真没人用过这个 而我对他唯一的印象就是 二手价9999 我靠不愧是国产吃点鼻祖 这价格只能说一个硬气 不过看这位老哥说这不是最终价 看我用我的砍架绳子时候来一番操作 行 告知 你爷妈 这真不能怪我呀朋友们 这实在是超预算的啊 没办法 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聊下这个 今天就先跳过吧 当然CC100的年代可能还是有些早 有些稍嫌简论 而我第二个要说的 只要提到一位和我当年多年邻居的老同学 曾经我们也是互相在街机梯门口 给对方忘过风的过敏交情 虽然后来各班东西来往不多 但年幼时一起坐在家门前 一边假装被单吃 一边互相巧吃点打游戏的场景 我至今也很历历在目 我也成功地从他口中得知了那款吃点的型号 文曲型CC800 当然这次我学谨慎了 先让我看看价格啊 这个就还好吧 承受范围之类 毕竟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嘛 10点本体简洁小巧 通体眉红月线生成 翻开上盖 按键和屏幕布局合理 甚至有点精致 点亮系统 从查询单词到唐诗宋词 一饮俱全 十分好用 甚至 他还能播放悦尔的音乐 尼玛简直太好听了 好听得我想自飞双耳 当然最重要的是 这款吃点第一次搭载了一个十分重量级的文曲型游戏 它就是无比今天的MUDRPG英雄弹梭 呃 等一下 我游戏呢 这怎么空空如也就剩一个文术浏览增强版了 我靠 我被奸身坑了 毕竟我的天也不是导演 好吧 再回去询问街上之后我才知道 搞了半天我手上这台机器原来是恢复了出厂设置的超级纯净版本 不要说游戏了 就连个电子书都没日本 而想要玩游戏 就得自己去瞎 而想要自己瞎 就要买一根4PCC800的成年数据线 而买一根成年数据线则则要 300 我靠 我几次都没有耗到300 你他妈在逗我呢 不过还好 我事先有准备 哎 网上有教程 没有数据线 我自己做一根不就行了 材料价28.8 瞬间就省下来270 我简直就是他妈的人才 这也太他妈暴力了 然而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嘛 有没有可能 我是说有没有可能不是我技术的问题 而是这个磁点 它的传输数据功能本来就是坏的 其实到这里 这个视频已经花了我一个星期了 然而我竟然还没有开始讲油 嗯 不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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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我自己 那是因为我在童年也曾经拥有一个神一般的电子质量步步高9288T 哎 这波啊 这波是我白嫖我自己 先来看看外观 清新淡雅的蓝色外口上 带着岁月流下的淡黄阴影痕迹 两节写着大大的7的7号电池 彰显了它时代的地位 打开屏幕 点按开关 加载飞天操作系统高端大器 甚至还能打开背光和两盏迷离小夜灯 简直炫酷迷人眼 你们肯定想不到的是啊 这个东西竟然还能播放动画 这画质依旧那眼镜 但是牛皮就完事了 而这个词典之所以被我称之为神 是因为它内置了诸多步步高公司 专门请人开发的优秀独立游戏 比如这个 说到这个游戏 那可真是伴随我不知道多少个日益 从表体和初始菜单就能看出来 这是一个类似于仙境的闲暇RPG游戏 虽然受限于磁点的储存容量 剧情体量并不大 游戏的主角名叫柳清风 身为道脚三清官的二师兄 某一天突然被师父无忌道长叫下山去除丫 土中因拯救村庄而结实的村长女儿 慕容小梅 以及认识的一位假扮成小偷 却是女伴娘中的原品子 在除丫的过程中 主角被三清官的死队头赤血填魔打伤 并抢走了道脚神器霸王中 于是主角三人踏上了一边寻找霸王中 一边斩压除魔的女称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赤血填魔的背后竟然也是一位道脚道长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打败这位道脚道长过后 他竟然直接爆出主角的师父无忌道长 才是幕后的最大反派 好家伙 敢听你们道着是没一个好人啊 而一直一起站在的原品子 竟然是四大神兽之一的猪缺别的 而为了阻止自己的师父 施展猪仙镇为乱人间 主角必须要收集四大神兽的灵珠 于是原品子选择了至今献除了灵珠 而激起了四大灵珠的主角最终也打败了师父 守护了人间的和平与安宁 并顺利上位成为了新的三清官道长 呃 就这么看的话 是不是还挺勾血的 当然 这是我简化了剧情之后的结果 实际由而起的剧情还是十分流畅顺化的 再加上游戏中精细的战斗系统 丰富的装备选择和炫酷的技能动画 游戏本身给玩家带来的体验还是极佳的 甚至游戏中的合体技 在不同的角色装备不同武器 以及不同站位下都会有不同的技能和特效 可以说是相当用心的 当然要说潮点的话也并非没有 一个就是游戏中的迷之笑点 比如这个白虎 白虎竟然会说谢弗特 敢听你这白虎还是流过血回来的是吧 还有这种迷之bug 女主的大招打小怪只能说不痛不痒 而打boss则是一到一个9999 我靠 简直毫无游戏体验 不过考虑到这个游戏的开发人员只有两个人 这加上据说在游戏开发末期还删减了不少内容 这些小问题也情有可远 特别是在我收集资料光铁巴时 从白虎口中投资这两位大脑 如今人人在开发游戏后编程 不禁心中有些感慨 佩服他们十年如一日对游戏的热爱 那么来到最后一个 这个是我在网上查到的一款神奇的电子吃点 我不应该说是早上学习机 名叫步步高iBooks SE时尚版 这名字还能更烧一点吗 于是我马上去讨论一下 竟然让我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库存货 卧靠 看着崭新的触摸大皮 这秤量的六个按键 以及这个竟然可以卸下来的音箱底座 我的妈呀 这就是后来小朋友们的高端玩具吗 不然不说真的很羡慕啊 我小时候要是有这个东西 这不得多找同学要两个烂条的猪接飞 然而真正厉害的不是他的表面 而是他的内战 这个已经超脱了电子吃点的玩意儿 已经不限于帮助你学英语了 你甚至可以在上面学数学 物理和化学 我靠 说真的哥们 他是真的可以帮你画函数图 以及实时做物理化学实验 我的声明啊 这不是广告 你们要知道 这个东西单身于15年前 那个时候还只有洛基亚 而这只有巴掌大的一个掌上学习机 更何况 他还有强大的娱乐功能 简单的听歌 看视频就不说了 你甚至可以在上面玩雷霆战机 和另外一款传奇家座 使命 要问我怎么形容这款游戏 那就是 一款画面与老板暗黑尔十分相似的3D冒险RPG游戏 没错 这竟然还是个3D游戏 除了画面和牛爱略行简咯 第一眼看过去 它与暗黑尔至少有7分相似 而本作的剧情则是一个简单到各方面都是即逝感的剧情 洛汉王国和魔君之间爆发大战 结果洛汉惨遭灭国 洛普的王室幸存者也就是主角 逃得在一个偏僻的村庄 决定在这里修养神系积蓄力量 直到有一天打倒魔君 报仇血痕 就这么简单 而游戏的实际体验嘛 不能说很好 毕竟你要用这个细小的触控笔 在这个巴掌大的屏幕上操控主角 走位放弃能打怪 但整体玩笑来也还算流畅 可玩性颇高 如果在16年前你拥有这个学习机 那自然是值得体验一番 而你如果要问我为什么对这个游戏评测的如此敷衍 那我只能告诉你 他妈的这个学习机玩游戏竟然还需要点数 点数 而点数则需要去使用学习的应用才能得到 我靠敢去玩五分钟游戏 还要他妈的先背五分钟单词啊 我只能说干得漂亮 对于这款掌上学习机 说实话我是有点陌生的 毕竟在他出现的那几年 我已经有了各种别的游戏机 多余的时间也不得不花在学习上 这里指的是正经学习 也就不会再去关注这些新玩具 而根据我这两天做视频时的观察发现 关于这款学习机在网上的资料其实少之又少 几乎可以说是没人关注 甚至连像前面那两款一样的情怀都没留下 我想啊 并不是大家不需要这类产品的 而是在那个年代拥有了更多的选择 他的诞生也算是搭上了一辆即将体育的末班车 而在他之后 电子吃点灯掌上学习机的时代也就落幕了 这些过时的工具渐渐被点读机和家旧机代替 而曾经的玩家们也长大了 成为了不再苦苦追求游戏的成年人 然而当他们看到家里摆放整齐的 不需要再用片数就能得到的游戏机和卡带时 又能否找回当初那份玩游戏的冲动呢 不得而知 说这期视频的目的很单纯 也就是想再看看这些老伙计们 顺便追一下那一份我已经失去的 曾经的快乐与精彩